今天第一位少年爱迪生 年纪很小 但是心胸不小 眼界不小 让我们欢迎李牟慕容 我是中医世家地时代传人 我叫李牟慕容 男自河北石家庄 我的太太太爷爷叫李桓 康熙年间他在宫里行医 他回头的时候 他就来这个妖房里边 他五岁的时候 他就记住好多样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上海 一见面我就给创新推荐人员 杨文老师亮了我的绝活 方规 索阳 黄奇 党生 这个叫大发 你认识多少种中药呀 一千多种吧 一千多种你都认识啊 OK 你不会让我失望的对吗 加油 但是展示我认识很多中药材 并不是我来到少年爱迪生的目的 我站上这个舞台是为了一个更大的梦想 今天我要送给四位导师一些礼物 写的是火儿姐姐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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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润嗓 冒号 有正对性的啊 大发菊花 金银花 圆生 他每个人还不一样 他写给我的是养胃 然后下面有茯苓 陈皮 半相 他觉得我可能消化不太好 你知道他给我的是什么 去脂带蟹 太胖了 我叫李萌慕容 今年八岁 我上四年级了 八岁上四年级 对啊 我跳级 五岁上了一年级 你这么小上学周围的大哥哥大姐姐 他们有没有欺负你 根本没有人欺负我 因为我是被学校聘请了中医讲师 讲一些关于中药的知识 可是话说回来 我们毕竟是一个科技节目 不是一个医疗节目 那你今天带来的 难道就是给我们的这些药吗 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 哦 哦 哦 他是一个人体学位的服装 所以上面的那些点点 全是人体学位 对 人体一共有六百多个学位 三种颜色的点分别代表什么 分别代表很多经络 一种颜色是一条经络 按这个珠子可以打掉按摩的效果 早在两千多年前 我国古代医学家就在研究依据学位治病 通过针灸 推拿等方式 按之快燃 曲病迅速 然而几百个学位如何准确找到 李牟慕容发明的学位服装 就通过不同的颜色 将人体最重要的四条经络的学位进行标志 白色的胆经 橙色的皮经 黄色的胃经 以及蓝色的肝经 即使完全不懂学位知识的普通人 也能找到学位 点按珠子进行按摩 我们天天学习哪个病用哪个学位去治 但实际上操作起来会有很多的不方便 因为我们不知道那个学位到底在哪里 到底准不准 对 虽然这个衣服也是一个很好的教具 对 这个我们不需要专门有一个模型 在指明学位在什么地方 在自己身上就可以表现出来 对 只要对着珠子就可以找到所谓的位置 每个人的体型不一样 学位是不是在同样的地方呢 对 很胖的一个人穿的话 会不会那个学位就变了 我还有个大人版的 尤其我的模特出场 大家好 我叫李向前 来自石家庄 这是李慕慕容的爸爸 慕容爸爸你好 你穿的这个衣服是成人版的学位服 可是你的学位比你儿子少很多 是这样的 小孩们这个眼睛是非常重要的 这边专门针对肝胆 因为肝胆这个学位呢 它相对来说对眼睛来说有很大的帮助 而我们成人呢 心肺啊这个问题会比较多 将来也可以坐在一起 请问我能体验一下吗 可以 最近心跳得有点快 在这四个地方 对 断的话啊 超过六公斤的力以后啊 就会疼痛 行 我记一下 在这个地方 四个 相隔大约一厘米 好 我就按着了 我今天按一天 我们是这个中医四家 主张是太医 想问问爸爸 从医这么多年 你自己没有想过去做一套这样的衣服吗 没有 给别人看遍 只不过就是手刀捏来的时候 没有想过所有大众 所有人都用这个东西 结果呢 儿子呢 恰恰就弥补了这一块 我想请问一下爸爸 以后是不是希望慕容能够继承你的家业呢 儿子从三岁开始学习中医 到四岁的时候就可以给人整脉了 这个市面上所有药材 他基本上都认识了 我觉得将来的话一定可以超越我 但是现在慕容还很小 他要是以后长大了说 他喜欢其他的东西 你也会同样支持他吗 无论他将来做什么 我都会给他最好的支持 你以后想做什么呢 告诉我们你的梦想宣言 邀请 我的梦想是当一名比爷爷还厉害的医生 让每个人都健康 我做的这件衣服 是为了让更多需要的人能够穿上它 等我长大了以后有了能力 一定会让别人知道中医是多么的厉害 我也希望你能够代表你们的中医世家 有朝一日也可以代表我们的中国 在更大的舞台上将民族的东西 将汉方的东西 讲给全世界的人民听 好吗 好 加油 这样大家都支持慕容 小慕容她的这个点子 如何能够让我们年轻一代了 或者我们没有任何中医知识的人 能够比较快地掌握我们的经络和穴位的一些知识 所以从这个点子上面来讲 我要给慕容投上一篇 我觉得可能对于其他的小朋友比起来说 有一点不公平 主要是因为这件作品 我觉得爸爸的输入实在是有一点多 有一点多 我不太同意这个薛莱的讲法 爸爸也有讲 说他从医这么多年 可是从来没有想过 要做这样一件衣服 我们第一个华裔拿诺贝尔奖的 是杨振宁和李正道先生 他们提出了很不守恒 但是呢 他们只是提出了这个理论 真正把这个实验做出来的 是另外一个华裔的女科学家 叫吴建雄女士 但最后颁诺贝尔奖的时候 吴建雄女士没有得奖 得奖的是杨振宁和李正道先生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一个什么道理呢 其实真正到最后 谁做出来这东西是很重要 可是更重要的是 谁把这个原创的思想 最先提出来 从讲法的原创性来讲 我会给小慕容我的这一票 谢谢 不好意思 这票我就暂时先保留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观察团 他们给出的结果 小朋友的最大特色就是 把它映射到了立体这个环节 对 做按摩和理疗类的时候 是可以进入家庭保健环节的 是 在这个方面 我们完全可以把我们现在的 信息技术引入 也就是说这个可以 下面是珠子 表面可能类似于像AOED灯 这样的亮的东西 我们通过自己的手机APP 放入自己要诊断的某种病症 这一点它某些血位亮起来告诉你 我应该到哪些上面去按了 照着那个灯去按就好了 厉害厉害 这样的话整个体系就完整了 也是我们知道说保健科普类的互联网化 老师 您的意见非常好 我们非常兴趣中国的医学 所以我希望下次我也可以看到鞋子 按摩鞋 足底 对 按摩鞋 对 我们官交团 把宝贵的20条托给你 作为中医世家的小传人 李某慕容 并不满足于辨识百草 他要成为一名真正的传承者 用现代的视角和科学的方法 赋予传统中医文化新的活力 也许这就是00后的一代 对世界独特的解读 接下来我想跟大家推荐的一位 是我心目中的真正的学霸 他就是王于亮 嗨 大家好 我叫王于亮 今年17岁 是一名较大浮动高二的IP学生 然后这就是我每天上学的逮捕工具 我喜欢规划自己的时间 不浪费一分一秒 做一个永远在路上的人 是我的目标 放学回家 我有一个三十平的世界 做研究 看书 运动 是我每天的必备 我会为每一个目标 做好充足的准备 迎接每一束光 蓄势待发 我是王于亮 此刻 我正在路上 大家好 其实我不是很认同 我是学霸这一个词 因为我认为的学霸都是一些 天天只有学习 没有任何课语这样的词 那不一定哦 那真的不一定 天文没这么讲 我是一个兴趣 还会非常广泛的人 因为我会像刚才 大家也看到有滑板 然后我平时也比较热爱音乐 有萨克斯 然后科创我也是把它当作 一个爱好来做 这是我定义的选拔 在介绍我的发明之间 我为老师准备了三个场景 然后我的发明就藏在里面 藏在里面 现在我要有请一下四位老师 到这边三个场景里面 挑选一下自己最喜欢的 那个路灯我要了 谁别跟我抢 第二步呢 就是找到这个场景里面 最亮的一样东西 最亮 对 对 很容易啊 这个玩意吗 这个 然后我为大家准备了 一个手机APP 它是一个扫聊二维码的准备 所以说试看能不能扫出来什么 我再近一点 然后像这种是 只能看到它的屏闪 对 避免有任何波形 其实它的灯呢在闪 在发信号 你看不见 那我们要不到第二个场景 第二个看看 这边扫哪个角度都可以吗 对 然后如果没有的话 那就是没有 没有就是没有 那我们到第三个场景 我的灯在这里 我们近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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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你有看到什么 哦 我有看到 它就在闪 像那个 条形马 条形马一样 对 哦 这里写的是南宁989 对 是这边的地址信息 南宁989告诉大家 就是我们现在录影棚的位置 这个挺有意思啊 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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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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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神奇 给我们讲一讲 你这个神奇的LED的原理吧 刚才呢 老师也看到了 我是一个手机 有一个条形马的扫描框 然后我是关掉了飞行模式 就是说没有任何联网 然后就可以得到一个地址信息 也就是说 这些都是我们生活中 比较普遍的灯 然后那一盏 就是我自己设计的一个 LED的定位装置 我之所以想到用灯呢 因为灯也是大家 无处不在的一个东西 你可以解释一下 就是你这个跟GPS 有什么不一样 对 GPS 因为它是一个 非常大范围的一个定位 因为它是通过卫星 手机之后卫星的信号 对 然后它定位精度也不是很高 大概大概5到6米 而且室内 停车库之内的话 都没法收到GPS信号 然后我这个是专门 为室内设计的一种定位装置 作为美国高中生 建模大赛一等奖获得者 王宇良将自己编程的电路 装在任意一盏 普通的LED灯上 这盏灯就变成了一个 精准的定位坐标 采用特殊图像处理方式 把LED灯独有的频闪 展为类似条形码的图案 然后用手机 对着LED灯扫一扫 即可通过云端解码 获得精准的位置信息 这一套定位装置 应用一种全新的通信技术 不依靠GPS 不需要WiFi网络 精准到误差0.1米 适用于大型综合超市 多层停车场等 室内的精准定位需求 我想问个问题 比如说超市 比如说像马路上面的路灯 它的功率 是不是能够达到 你这个少美的要求 只要是LED灯就可以 只要加上了我一个电路 它就可以控制它的关段 所以其实本质上面 你这个发明基础的技术 其实就是灯光 它的闪烁 可以传递信号 来做的一个发明 那它本身我记得有一个 叫所谓的LeFi 它是可以做这件事情的 是吧 对 LiFi是现在一个 非常先进的技术 就是用灯光 来代替WiFi 这种接收数据 但是它目前有几个问题 就第一个是 必须要一个特别大的接收器 因为手机端是无法实现的 因为它要捕捉到 那个光的闪烁频率 但是它捕捉的是一个频率 不是一个图像 我这个是非常直接 一扫就可以看到一个图像 身边用户手机 什么都可以使用 LiFi的全称是可见光 无线通信 简单来说 就是无需WiFi信号 点一盏灯就能上网 未来只要在我们生活中 常见的LED灯里 装入一个微芯片 所有的灯光 就将成为网络接口 目前的LiFi速度 已经达到每秒一Gb 相当于WiFi的一百倍 虽然信号不能穿墙 但也保证了网络信息的安全性 未来50年 LiFi很有可能成为 改变无线通信技术的新趋势 你是怎么接触到这东西 课程里面学到的还是 对 我有借鉴很多论文 LiFi技术是德国研发的 但中国有一位叫驰南教授 他已经达到了 可以说是世界巅峰的级别 就远超过德国 是世界上最快的传输数理 他的论文 我所有的都仔细研究过 所以你是自学的 对 你还没有见过驰南本人 没有 OK 所以 余亮 今天你给我们带来了一个惊喜 我们也想给你一个惊喜 这个就是我们余亮口中的驰南教授 驰南教授好 谢谢 这个是不错 欢迎你 欢迎驰教授 我刚才在台下 看了我们王余亮同学的介绍 感觉非常的振奋 就像我们余校长说的 我心里头也觉得非常的欣慰 刚才我特别感动的就是 王余亮同学说 他全靠自学 然后看了我所有的一些论文 我觉得这非常的不容易 对于青少年来说 是 可见光通信现在 我们是处在一个国际上面 竞争的一个焦点和制高点 我们去年还是全世界最高 我们做到9.5个G 一盏灯可以传9.5个G的信息 但是今年牛津大学就超过我们了 它就传播了10.4G 那我们这个月 我们的学生又新做了一个实验 做到了10.7G 我们又重返世界第一 听到来说 在可见光通信方面 我们确实走在国际的前列 这个就是我们民族的文化自信 所以大家想象一下 未来所有室内的这个照明灯 能够高速地上网 那未来马路上的信号灯 街灯都可以来上网 车灯之间可以互相联网 我们的飞机航天器 都可以互相联网 水下的无人机 也可以从水下传递数据了 所以这个是一个面向未来的技术 真正能够改变你们未来的生活 石教授 你估计一下可见光的利用 要像我们今天手机的应用 这么广泛 大概还有多少年 我们现在这个项目 更多的是偏向一些特种领域 比如我现在在核电站 因为在核安全区 禁止任何无线通信 还有上万台仪表要巡检 那你怎么办 我就用光 工人头盔上面有一个灯 跟我上面这个灯 进行通信就可以打电话了 是这样子 石教授 你真的是带领我们走向未来的人 我非常的钦佩 那我此时此刻也特别想问一下 我们余亮你的心情 非常激动啊 我一直以为 陈教授会是一个非常严肃 非常 因为毕竟是科技领域那种 可以说交易的人嘛 那我今天看到这么亲切 我也是 谢谢 谢谢 我好像为你站台 值了 今天 石教授竟然来了 那一起来听听你的梦想宣言 开始 我是因为家长和自己在生活中的不便 才想到了我自己的发明 有了发明的目标和发明的动力 但是呢 在发明过程中 我肯定会经历很多挫折 但是这个时候我的座右铭一直陪伴着我 但是年少时我们还狂热心变 认定目标则始至不已 所以说我完全打消了放弃这个念头 我相信总有一天通过光 每个人都能找到回家的路 现如今在中国领域 来发已经成了世界之间 所以说我相信我也能为来发事业出一份利益 谢谢 我们也相信 我作为一个推荐人 但是我更想把这个推荐的权利给我们石教授 能不能帮我来完成这个任务 好 谢谢石教授 我们说青年星则国家星 青年强则国家强 所以青少年是我们国家的希望 是我们民族的一个未来 王玉亮同学 小小年纪 他就能坚定他未来的一个信念 坚定科学探索 完成这样一个世界比较顶尖的一个难题 我觉得你做得非常棒 真的非常棒 谢谢 我们今年刚承担了科技部的中大专项 非常欢迎王玉亮同学 能够参与我们的项目 我们对你开放 希望你能贡献我们的聪明才智 是 是 这个相当于现场收土地了 非常感谢石教授 我觉得我们现在 很多很多的青年学生 他们有很多好的想法 他们也需要有好的平台 有好的导师来给他们帮助 让他们的梦想能够得到实现 所以今天你是把这么一个珍贵的礼物 给了我们这位同学 我相信对他未来的发展会有很大的帮助 我也代表我们节目组 感谢你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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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投票之前 我还是想先问一下持教授 他用的方法和您的团队用的方法 是非常地不一样的 您觉得这个可行吗 这个其实就涉及到了 可进光通信的各个应用分支 然后低端的应用 最主要的就是定位和导航 那定位和导航 最好最理想的方式 就和移动终端结合 那未来 我们希望能够在摄像头上 集成一个微芯片 它既能实现照相的同时 还能够实现高速的信息的传递 这是未来的一个理想状态 好 表明这句话 好了 今天我们非常欣喜地 能够看到你站在这里 而且受到了我们 世界顶尖水平的 光学第一女教授 直男教授的青睐 谢谢 谢谢 我觉得余亮今天站在这里 很好地实现了 我们少年爱迪生的一句口号 叫少年创未来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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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王瑜亮同学 非常恭喜你 我们观察团 把宝贵的20票交给你 谢谢 哇 恭喜 此刻的王瑜亮 在少年爱迪生的舞台上 感受到了触碰梦想的幸福 那些仰望的高度 挑战的勇气 此刻都成为温暖的鼓励 我们期待 在科学家们的指引下 年轻的少年爱迪生们 带来更多未来科技的曙光 您好 我叫白雨哲 这是我的家 爸爸妈妈在我出生之前 已经来到中国 生活了15年 这是我的爸爸 你好 他是法国人 我觉得他是最赛的男人 这是我的妈妈 你好 他在学校是个老师 这是我的小狗 我最喜欢的地方 在我家里面 是我的车库 别看这个车库不是很大 除了在学校 我每天会待在这里 两到三个小时 我的工作室里 有全套的工具 还有很多你想不到的零件 妈妈经常抱怨 这里的东西也太多了 但这个车库里 我完成了很多作品 今天我要带来 我最满意的作品 来到少年爱迪生 你们准备好了吗 记得摩托车的追风少年来了 大家好 我叫白语哲 今年13岁 小朋友 你是有一个工作室吗 对 我车库是我的工作室 我先是在我房间有工具 可是现在 我买了很多工具 就放在我们的车库里面 我跟大家报告一下 在车库里面搞发明 往往是最厉害的那帮人 通用 通用的 包括像Be a guest 包括像苹果的Founder 对吧 Steven Jobs 包括现在的Elon Musk 在美国或者在欧洲很多国家 他们小小的发明 就是在自家车库开始的 我坐卡丁车 三轮车 摩托车 和跟我朋友一起骑 这是一个自行车的 这是我的前轮 对 就是我的三轮车 你把你自己改造成了 有动力的三轮车是吧 对 妈呀 我自己的这个 我来自行 判接也是自己的 我动手能力超强 太厉害了 好 所以你就可以骑上去 自己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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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酷 小朋友 来 今天你带来的发明作品是什么 今天我要带来的发明 是一个世界上最干净的摩托车 是水动的摩托车 那这个水是如何产生动力的呢 是用水 以后用电放水 做这个 氢气放到发动机里面 氢氧结合就产生能量嘛 那么这个电是 又通过什么办法产生的 电是电池 和摩托车开的时候会 发电 发电 对 你知道摩托车是如何发动的吗 其实 传统摩托车 是依靠汽油和空气组成的 混合气体 由电火花引燃 并发生小型爆炸 依靠这些小爆炸 推动活塞在气缸内移动 带动后轮旋转 从而使摩托车不断前行 而白宇哲的水动力摩托车 没有油箱 只有水箱 通过电解水 生成氢气和氧气 氢氧接触 形成的混合气体 一样能发生小爆炸 从而推动活塞运动 让这辆特殊的摩托车 行驶起来 你怎么会想到 把一个传统的摩托车 改装成为用水 作为动力的摩托车 因为摩托车 开摩托车是一个很帅的事 我觉得很酷 对 因为先是我爸爸 我问他 可以买一个摩托车 他说不要买 因为尾气很不好 如果我能做一个 干净的摩托车 我爸爸就让我买 我觉得光说还不行 我们今天正好请到了 来自上海机动车 检验认证技术研究中心的 裴逢来和黄文栋老师 来 我们请两位来验证一下 好不好 好 可不可以给我演示一下 你的形式的一个制作 一个过程 试一下 好 这里有这个气在做 这里有气 这个生成的就是氢气 对 这是氢气 然后通过这个管道 管道这个发动机里面 这个摩托车现在目前为止 应该是不能运行的 所以今天的验证 结果告诉我们是失败的 宇哲听到这个结果 什么样的心情 有料到吗 还是还可以 因为我做的这个是太小了 做的更大不会很危险吗 在我家我看一下一次 已经有一个小的爆炸 因为我拉的时候有一点火 以后爆炸在外面爆炸了 你这个真的让我想起了 这个洛贝尔发明炸药的时候 经常自己炸着自己浑身都是伤 然后跑出来 那我们请教一下这个两位专家 现在宇哲这个车子 为什么没法启动呢 那首先我想说 你单单用电解水 来制造氢气和氧气呢 可能它的产生的一个效率 或者说它产生的一个量 是没有办法维持发动机的 一个持续运转的 第二个呢就是你的这个车辆呢 目前我来看它是缺少一个控制单元 这就会带来一个非常大的 一个安全隐患 很容易造成发动机的一个起火 或者爆炸 我想问一下 我们回到宇哲这个作品 如果有两位指导它 能把这个作品实现吗 应该是可以实现的 我们真正在这个燃料电池 或者轻的摩托车 真正的做法呢 不是用一个这个 长压的这个产生的氢气 我们可能更好的做法 是一个高压的氢气 或者是一个金属储星的方式 宇哲如果在系统方面 再有一些控制和系统的改进的话 我觉得这个摩托车 最终能运行 应该是成问题 针对环保这个问题呢 小朋友其实是开了一个 非常大的一个脑洞 那也是让我非常佩服一个脑洞 这小朋友他对于机械方面的爱好 和他的一个动手能力 其实是远远超过一个同龄人 所认知的一个范围 这个让我非常非常的惊讶 非常有巧合 我们也谢谢两位专家 谢谢 宇哲 那次爆炸是你一个人 还是有家人 跟我的爸爸 我爸今天他来到了 来让我们欢迎白宇哲的 成长祝梦人 其实我特别想知道的是 究竟在改装这条路上 是你儿子影响你 还是你 就是本来就喜欢这个 带着儿子一起来探索 你能给我做下翻译吗 太多了儿子那么大 郁哲自主选择了这个项目 在很多年以前 我还会稍微给他一些帮助 但现在我已经不帮忙了 我只是在旁边看着 确保他在安全的环境下 能够自己完成这个项目 所以您刚刚讲到安全这一点 那经过那次爆炸之后 你还会让他做吗 我们一直关注安全的问题 于是制定了一些规则 要他遵守 几年前 必须等我回家以后 宇哲才可以进行 焊接和打算 而现在即使我们不在身边 他也可以独立操作 所有的工具 陪爸爸对女孩子的教育 基本的观念是怎么样的 我不知道他做过 多少不成功的项目 但他要找到失败背后的原因 继续尝试直到成功 我们家有互相信任的氛围 所以我们不会整天说 你不能这样做 你要那样做 他可以自己找到方法 其实最好的教育 就是像宇哲爸爸做的那样 有边界的保护 有条件的管束 有空间的自由 宇哲 接下来的时间交给你 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你的梦想宣言 虽然我这个摩托车还没做好 我长大的时候 要做一个车子和摩托车 可以改装一个很酷的车子和摩托车 宇哲给了我们一个惊喜 这是一个关于能源 关于动力的改革 革新 确实我必须承认 今天宇哲的这个验证 没有得到成功 但是革新的东西 一定是在我们的预料之外的 最后我还是想引用 罗伯特·葛达特 火箭先去的一句话 昨日的梦想 可以是今日的希望 可以是明天的现实 所以我希望大家 仍为明天的希望 明天的现实投一票 谢谢大家 谢谢 我今天非常感动的一点 在于我问了一句 今天的验证失败了 你的感受是什么 他想了一想 微微一笑 非常轻描淡写地说 我觉得还好 我觉得这一点特别地打动我 我相信这条路 还会继续走下去 更大的成功在等待着你 白玉哲 我看好你 加油 谢谢 我认为你的这个方案 是行不通的 用电解来产生氢气 在进行燃烧 产生动力的这个想法 并不是一个新的发明 这个过程产生的能量 永远比你输进去 用来做电解这个过程 是要少的 就像薛来讲的 它不是一个特别 有效率的方式 这个就像我要去水果店 买水果 明明我有现金 可是我先要把现金 先冲到支付宝里面 然后我再用支付宝 去买这个水果 可是薛来 它有一种可能性是什么呢 如果我们先用电 先电解 我是消耗了很多能源 但是就相当于我累积了 比如说一罐子氢气 一罐子氧气 然后我再用这一罐子氢气 和氧气去做能源 这样的话就跟回家充电 其实就差不多了 对 我先睡起来之后 我再跑 跑得快 对 薛来 你这一边的投票结果是 今天这一票因为 你的这个发明还没有成功 所以我实在不能给你 不好意思 校长您怎么看 尽管因为今天你坐的这个摩托车 没有成功 这一票我不能给你 但是我仍然想给你们一个很大的赞 谢谢 你作为一个13岁的孩子 无论是在汉阶 在利用各种各样的机械设备的时候 是那么熟练 你是跟着自己的兴趣 跟着自己的理想 在一步一步往前走 谢谢 你现在导师团得到了10票 我们来看一下观察团 他们给出的成绩 李哲 经过我们的审议下 并不能把这20票给到你 非常遗憾 谢谢 有时候失败 可能比成功更令人难忘 在科学的探索中 最大的价值从来不是成败 白宇哲超强的动手能力 勇敢探索的科学热忱 为我们展现了不一样的成长密码 下一位少年爱立生他发明的东西是解决一个我们大家在生活中就经常会遇到的问题 那么就有请陈初阳 我是陈初阳 今年16岁 我的爸爸妈妈常年在外地出差 所以我便开始了一个人独自生活 妈妈常说 即使一个人在家也要好好吃饭 好好照顾好自己 其实爸爸妈妈你们并不用担心 我并不孤独 当我拿起画笔 世界就会温暖起来 今天我要带着我的作品来到少年爱迪生 我要让温暖在记忆中永远定格 大家好 我是陈初阳 陈初阳 今年16岁 16岁 你有多高呀 1米93.5 是一位高人 对 我的发明解决了一项世界性的难题 好 请展示 我的发明是带有固定鞋带扣的运动鞋 它解决每个人都会遇到的鞋带松散的问题 这应该都遇到过吧 这是我的难题 我是最怕系鞋带弯不下去 固执太大了 我这个发明是将鞋舌翻盖过来 控制了鞋带的位移 这样鞋带就不会通散了 我们知道这个鞋带容易松 但是是不是太简单了一点 我对此进行了受力分析 发现在一个小小的绳结上面有许许多多来自各方面的力 弹力 拉力 摩擦力 冲击力 没错 只有摩擦力使到了维持鞋节不松散的效果 所以其实你还是做过一些科学的研究的 对 我已经申请了国家专利 现在在申请国际专利 鞋带松开并不仅仅是因为没有绑紧 美国加州大学的研究者曾经花了两年时间验证 人在行走时 对一根鞋带的联合冲击和加速度总计高达七个计 差不多相当于阿波罗号宇宙飞船 重返地球大气层时承受的重力 于是科学家和制造商们 运用了不少高科技来研究鞋带的材质 形状以及计法 而陈出阳的设计 用简单而巧妙的结构改变 举重若轻地解决了携带松散的难题 已经受到国内厂商的关注 看起来很简单 它背后都是通过一些 非常复杂的一个力学的原理 包括一些运算数据来做验证的 它是属于一个由凡质检的 这样的一个小发明 我们先通过一段VCR来验证一下 好不好 来看一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张浩轩给她的搭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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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有个小朋友 事情里的小红包来了 大家好 我是张浩轩 我自己也下水了 我保护五个日子了 她说我们爸爸 我们一起天下不低 哇 张浩轩太帅了 你好 你好 小轩轩 嗨 这里 看得到我吗 点个头好吗 刚才你们穿着这一双 永远不会散开鞋带的鞋 感觉怎么样 心里边还是很踏实的 因为我们做这个运动的话 一般我们其实都会选择这种 有鞋带的 因为这样的鞋会更合脚 不容易脱落 但是有鞋带的话呢 又会有其他的麻烦 就是我们会担心这个鞋带 跑的时候会松开 踩到以后会绊倒自己 这双鞋还是非常好的 我平时也是在给小朋友 上这种好酷的体能课程 小孩鞋带特别容易开 立刻让他们去 把鞋带系好以后再回来 不然的话真的容易绊倒的小孩 小浩轩 小浩轩在这里 小浩轩 他跟我回手 你会系鞋带吗 浩轩 他还不会系 你还不会系 那你喜欢哥哥的这个鞋子吗 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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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爸啊 所以以后你是会给你的儿子 买这样的鞋子穿的是吗 会 而且我会推荐我们的学员 去穿这样的鞋 因为这样的话 首先我从一个教练的角度 我其实会比较放心 他会少了一部分风险 哎呀 你看陈初阳 现在已经有一部分客户了啊 我们先用掌声 送给我们的张浩轩和他的搭档 你怎么会设计一双 在运动的时候特别便利的鞋呢 小时候妈妈紧整 为我绑了八年的鞋带 现在母亲因为工作 长期出差在外地 所以每次看见鞋带 多多少少都有一些 对母亲的思念 那么初阳 你今天那么重要的场合 你的妈妈来了吗 由于出差在外地有些会议 所以她没有来 那你一个人生活 会觉得很难过吗 习惯了吧 从小学开始 父母就开始出差了 每次在自己获奖的时候 或者遇到什么开心的事 我就会问自己 为什么要开心 我又没有人去分享 很多时候 我们以为父母没看见 他们其实都在用爱默默地守护我们 今天你的成长祝梦人也来到现场 让我们一起欢迎他们 她是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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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妈妈一直在吼我 看着你的 妈妈不想要给大家无度 今天要把她这里陪着你 欢迎一下妈妈 今天是特别开心的时刻 你要为你的儿子骄傲 其实你们在她身边的时间 并不多 妈妈平时想儿子的时候 都会做些什么 大多数时间 是连想她都没时间的 因为每次当老险下来的时候 那段时间她已经睡着了 我不敢打电话 我怕影响她休息 每天早上 当我想起给她打电话的时候 她已经上学去了 所以我们之间 真的是联络的还是比较少的 其实今天见到儿子 也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 对不对 我特别想让你分享一下 你跟初阳之间那些美好的事 我们跟她在一起 做的最多的事情 就是陪她一起画画 母子两个人 趴在地上 然后我们把所有的梦想 所有的心愿 全部画在纸上 初阳啊 她现在告诉我们 她最大的爱好就是画画 我找到原因了 那是因为她在童年的时候 那是她最美好的记忆 因为那个是 她跟爸爸妈妈 唯一可以一起做的一件事情 我有特别想要对初阳的妈妈 说几句话 初阳她在台上站这么久 她的身上少了一个 16岁应该有的东西 那就是她从心里 散发出来的一份微笑 所以妈妈对于孩子的爱和陪伴 不是用金钱可以换来的 是的 我想的对她来说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 我不想让她太孤独 我想陪着她 那么接下来 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初阳的梦想宣言 我想成为一名设计师 我的发明很简单 现在我也想好了 我第二代产品了 希望下次能带着 我的第二代作品 来到现场 大家可能看初阳的穿鞋子 会觉得是一个小发明 但是呢 我觉得她的出发点 非常的棒 因为很多的小朋友 在做发明的时候 他们的想法是 我去找到最先进的技术 最酷的科技 然后我再看看 这个科技 到底能解决一个什么问题 我觉得初阳的出发点 是她先注意到 有鞋子会散这个问题 然后她去想 如何去解决这个问题 这是一种更加科学的思维 希望大家把你们的票 都投给这双鞋子 创新和创造 并不是属于少数人 就这一点 我还是想把这一票 投给你的 谢谢 真正要把它叫一个发明 是不是有点勉强 它更多的像 我们经常在网上看到 一个设计 或者说一个妙用 所以很抱歉 我个人没有办法 把我的这十分给你 谢谢 谢谢一下 不管发明是大是小 能够解决问题的 就是好发明 所以我这十票投给你 那接下来我们来听听 观察团的意见 我站着女性的角度 我不会买 美观也不行 她这个还是 是重复了别人的一些方法 我觉得我没有特别处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观察团 他们给出的结果 初遥 非常遗憾 我们的观察团 并不能把这二十分给到你 在我们公布最后沉寂之前 我们请出今天 另外的三位少年爱迪生 再次登场 经过导师和观察团的投票 虽然目前场上的票数比分 有比较大的差距 每位选手都还有机会 我的梦想是 让每个人都健康 我相信总有一天 通过光 每个人都能找到回家的路 世界上最干净的摩托车 每个人都会遇到的 携带松散的问题 究竟今天谁可以 从四位佼佼者当中脱颖 而出成为本场的晋级者呢 观众投票通道 现在开启 通道关闭 我们来看一下最后得票 李蒙慕容64票 王立亮82票 宇哲34票 陈初阳38票 所以今天的王者就是王立亮 恭喜 拿到我们的晋级勋章 王立亮 把那个奖杯拿起来 在市场头上 在节目的最后 让我们响起掌声 为这一群身上有光的孩子 因为他们是我们的未来 是人类的未来 谢谢你们 谢谢 谢谢